好了各位同学 那我们就来复习一下 我们在上节课里面讲过的这些单词的思维导图 那么我们讲了这几个非常重要的词根 for包括这个pro以及force 他们都表示什么呢 表示向前或者说在什么什么之前都可以 来我们看一下他们构成的一些重要的单词 一个一个来 首先看这个单词叫做force force本身我们说它本身就表示向前 但有的时候表示出来 比如说brainforce 提出put forth 提出什么什么东西 就把什么东西摆在前面来 所以force整体来说 它都表示前或者是向前这个基本的含义 来我们看一下这些重要的单词 来第一个单词叫做handsforth 什么叫handsforth呢 hands我们说除了倒是因此的意思之外 那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 这个h-e-n等于h-e-r-e here here叫这 所以从这儿开始 所以hands有从这儿开始的意思 force表示向前 从这儿开始往前走了 那就是从此以后 从今以后都可以叫做handsforth 好这是这个单词 来下面下面的这个词啊叫做force coming 什么叫force coming force本身表示向前 coming表示来 即将向前出来的东西 对 即将来的 即将向前走来的东西 叫即将发生的 会发生的 以及很愿意去提供什么什么信息的 比如说be force coming about something 就是愿意提供 愿意说出什么什么东西 好来下面的这个词叫做啊forth right 啊叫forth right forth right 我们说叫直率的 直接了当的 forth本身就表示向前 right直接就翻成叫直接的 所以直接向前的 对不对 就直接了当的 直率的 啊都可以叫做forth right 我们说等于我们熟悉的一个单词叫做street forward street forward那也表示直接了当的啊 好 来在紧接状下 下面的这个单词啊叫做prose 什么prose prose叫散文啊 就是直接了当的写出来的东西啊 就是不不需要加更多的羞涩润色 或者是不需要太去这种计较 每一个单词是否用的 每一个字用的是否恰当的 我们说这个单词啊 它是和poetry 诗歌刚好相对的 poetry诗歌是要逐词逐字的去抠的东西 叫做poem 那叫poetry 对不对 poetry诗歌 而prose那就是直接了当的 对不对 往前就写出来的东西 所以叫做散文 叫做prose 来 那么它的一个派生词叫做prose 对就prose prose 那么就是没有诗意的 没有美感的 平淡乏味的东西 都可以叫做prose 好 这是这个词 来再紧接的往下 下面的这个单词我们说叫做afford afford用作动词表示买得起 负担得起 为什么呢 af表示去怎么怎么样 ford等于force 表示表示向前 所以啊 往前推进啊 实现完成了财富自由 然后买得起负担得起这个东西的开支 这是它最核心的也是最为科学的一个解释 但是啊对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技法那就是afford啊 一张for的福特福特买得起对不对 贵的可能买不起福特买得起好吧 好来下面它的一些派生词这个叫做affordable affordable那就是什么呢 able表示可以和能够 所以能够买得起的能够负担得起的大多数人都买得起的 就叫做affordable 来下面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affordability affordability那就是购买能力或者是承受能力啊 这个ability词是可以理解为能力 afford买得起负担得起 所以是否能够买得起这个东西的能力就叫做购买力或者是承受能力都行 好再紧接着往下下面的这个词叫做forfor一般用作熊词表示在动物啊船只啊飞行器的头部和前部 用作副词叫在前部在头部都可以叫for好这是个词比如说in the four part of the ship in the four part of the ship 那就是在一艘船的头部或者是前部叫做in the four part 好走往下下面的这个词叫做foremost什么foremost for表示前most表示最所以在最前面的叫最重要的最好的叫做foremost 你看first and foremost就是个固定搭配叫做首先首先来下面的这个叫做forefinger forefinger实质为什么呢它只是最靠近大拇指对在所有的指头里面最靠近大拇指大拇指叫做thumb 对叫thumb所以最靠近大拇指并且排序是在所有的拇指之前的那个叫做食指叫做forefinger 来再往下下面叫做forehead forehead我们说表示前额或者是额头都可以 for表示前嘛head本身表示头 所以头的前部我们称之为叫做前额或者是额头都可以叫做forehead 来下面的这个词叫做forearm什么叫forearm forearm我们说表示前臂或者是预先事先武装for本身就表示前arm 除了手臂之外本身就有武装的意思 所以当做手臂的时候那么forearm那就是前臂 此时如果用做武装的时候那么什么叫forearm forearm此时就是提前武装提前准备就可以了啊 来再紧接着往下下面叫做foreman 什么叫foreman啊fore表示前面 所以在前面的那个人就带头大哥那种感觉领带公投或者是陪审团主席 比如说the foreman of the jury Jewery叫做陪审团 所以the foreman of the jury那就是陪审团的主席就可以了 好再紧接着往下下面各位这个词我们来看一下叫做forefront forefront for表示前front前面 所以它两个前在一起 所以表示前沿啊什么活动啊或者是运动的一个前沿啊一个焦点一个中心的阵地对 所以活动的前沿啊或者是一个思考关注的一个重点和焦点都可以叫做forefront啊forefront 来下面下面的词叫做foreground foreground我们说这个词啊一般表示前景啊fore表示前啊 ground的词是叫景那背景叫background啊 background叫背景所以foreground前景 照片里面的前景叫做foreground啊 ground 那么ground除了表示景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某人所处的那个地位位置也可以叫做ground 所以foreground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地位你的位置啊是在前面的叫做一个瞩目地位 一个受关注的地位一个受关注的地位 那么用作动词化以后那就是把你放在一个瞩目的地位 放在一个很受关注的地位上面叫做强调突出 那都可以叫foreground 好这是用作动词和名词的核心含义 来下面的词叫做叫pronoun 什么叫做noun noun我们用作名词表示名词 所以pronoun那就是在名词之前呢 它叫代名词啊简称代词叫做pronoun 好下面下面这个pro我们说它单独出现可以表示职业的或者职业人员 此时就等于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职业的或者职业人员 当然它还可以表示赞成和支持 赞成支持都可以叫做pro 所以我们有一个表达记得吗 叫做pros and cons pros and cons 那么什么pros and cons 我们就翻成叫做是吧 就是支持的和反对的或者是利和弊 优势和劣势啊都可以叫做pros and cons pros and cons 来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pro-life pro-life呢就是支持要把它生下来的 反对流产的都可以叫做pro-life 好下面的词叫做pron 那叫pron pron那词是表示倾向于什么什么的 向什么什么前方去请的 所以pron表示向前 所以就向前向前请的 有什么倾向的 异于什么的都可以叫做pron 一般怎么考呢 一般怎么用叫做pron to pron to 叫做倾向于什么什么样 异于什么什么样都可以 好下面的这个单词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词 叫做reciprocal reciprocal reciprocal 那表示互惠的 相互的 rec 词等于re 表示回往回 pro叫做向前 所以它指的是就是这种来来回回 礼上往来的感觉 对不对 你对我好一些我也对你好一些 这种来来回回的这种东西 我们称之为叫做相互的 互惠的都可以叫做reciprocal 相互的互惠的 来再紧接着往下 reciprocal reciprocal 用作动词使获得同等的回报 使获得同等的回应 或者在一个直线上面反复来回的运动 都可以叫做reciprocal reciprocal 好 reciprocity 那么是它的名词互惠 互惠 ity词词是一个名词后缀 互惠 来再紧接着往下 最后的这个词是一个难词 叫做preposterous preposterous 我们说叫做极其荒谬的 非常愚蠢的 为什么呢 因为pre表示前 post表示后 就一个东西既在前的又在后的 这种叫做什么 叫矛盾的 不合理的 荒谬的 极其荒诞的 极其愚蠢的 极其愚蠢的 就是extremely unreasonable and foolish 对不对 这种感觉叫做preposterous preposterous 好 表示荒诞荒谬的 我们还有absurd 记得吗 absurd absurd 表示荒诞荒谬的 ridiculous 也可以表示荒诞荒谬的 好吧 可笑的荒谬的 好 这单词倒下去 把它牢牢记住 一起记下来 行吧 那么本节课我们的思维导度复习就到此结束 大家群一定要抓紧时间 把它们多看几遍 复习几遍 把它牢牢记住 好我们下一次课再见